那除了这个影响之外 其实父亲在你的生命当中 扮演了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他有哪一方面值得你去学习 他的文雅吧 我觉得 还有他对 他跟我说 有机会要多出国旅游看看 看看这个世界 外面的世界还很大 然后我记得小时候 我每次去送他去机场的时候呢 都会哭得很厉害 然后尤其是我 看飞机飞的那个情形 就会很眷恋的 很难想象的那种感觉 我只知道有一天我要出国 我要跟他一样到处飞到处见识 他就是留一个这样的感觉给我 那父亲一直都不在家吗 都不在 那跟妈关系怎么样啊 就是靠书信啊写信啊 真的哦 他是在国外工作吗 对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妈妈度过 那跟妈的感情又是怎么样 我妈妈呢本身是一个很勤劳的女生 是 我跟我自己说 我可以不要像她这么勤劳吗 不要像她那么勤劳吗 她真的是 可以讲是日做夜做 但是她对我的一个影响呢 非常深的就是 她小时候呢 有一次她就带我去银行 然后她就回来 她就送了一个铺满给我 然后她就跟我说 你要养成储蓄的习惯 是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每天会把一毛钱两毛钱 就放进那个铺满 她说你存满了过后呢 我再换一个新的给你 所以一个这么一个小的动作呢 就影响了我 从那个很小的时候呢 就养成了这个储蓄的习惯 所以我也把这个概念呢 到现在我也常常买很多的铺满 送给我的客户的孩子 是 就叫他们 你要存满了 姨姨会再买一个新的给你 因为小时候有一些目标 就是说 我希望有一个新的铺满 跟漂亮的铺满 什么形状啊 卡通人物啊 所以父母亲 其实造就了你进入保险的行业 因为母亲就让你有这个储蓄的概念 对 父亲让你想要说 到处去旅游 因为进入保险行业 如果说你做得好的话 业绩好的话 每一年几乎都有这个免费的旅行团 不管是大公司给你的 总公司给你的 还是自己的 组织给你的对吗 所以他们都造就了你这样子的一个 现在的一个成就 那当初其实 这个保险是你第一份工作吗 一直到现在都是 只有唯一的一份工作吗 当我从新加坡 读了这个市场文凭过后呢 回来 我就在一家保险公司上班 是 MBF Insurance 所以那时候我是做市场执行人员嘛 所以就是 培训那些 那些人去认识 怎么认识 就是General Insurance 砸闲 车闲 雾闲之类的 所以这是第一份工作 过后呢就全职加入这个寿闲行业 家人没有反对吗 家人有啊 我妈当然是会反对 真的吗 她说女孩子不要到处跑啊 就是找一份比较安定的工作啊 那你怎么 她也很担心我 那你怎么说服她 我没有说服她 我说我做了 我做了很开心啊 因为当初真正加入这个寿闲行业 是因为我很想做到这个旅游奖 因为我被她的这个旅游的这个 这个 Award 吸引了 是 我是因为爱旅行而加入这个行业的 当初并不了解这个行业可以为我带来多少收入啊 怎么样的精神制度我还不是很明白 加入了之后 你有什么发现呢 加入了之后原来很好玩啊 很好玩就是可以找客户聊天啊 叫他们存钱啊 然后也可以帮助到他们 同时也可以帮到我自己 自己本身 这个行业很自由 很充满了挑战 然后很活泼 是 自己也很喜欢见客户 很喜欢讲话 很喜欢聊天啊 很喜欢去认识新朋友 可以啊 这是不是说在寿闲行业 你一定要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不会害怕去见客户 不会害怕去认识新朋友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吧 因为一定要跟人相处得很开心 然后我觉得那个生意才会成交 做了那么多年的这个保险 而且自己也是一个职业女性对吗 有自己的家庭 然后有自己的事业 那对于这职业女性 你自己觉得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吗 事业女性 我觉得 个人吧 给我呢 我觉得 一定要很快乐吧 我觉得 因为 其实人生的时间里面 三分之一在工作 三分之一休息 三分之一就睡觉嘛 对吗 所以那个三分之一呢 是很多的啊 八个小时 如果那个工作不快乐的话 你整个人都不会开心起来 对 所以我是觉得我会把我的工作 当然是一种乐趣 甚至我会觉得跟我的工作谈恋爱 然后每天都充满了很多新鲜的感觉 比如今天要去见谁啊 要跟他去那里喝茶 要聊些什么 所以我每天都会 我觉得每天都充满了很多新鲜的事物吧 嗯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